欢迎来到天马年2024 今天炉石官方公布了最新的系列 天马年 今年赵就会推出三部新资料片 在重温炉石传说过往的同时 也带我们迎向新境界 我们将在不久后公布第一部新资料片 但先来抢先依回这些资料片的样貌吧 左边第一部感觉充满了童趣 中间第二部是夏日海边风 第三部又编是新魂相关吗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测呢 炉石传说迎来新的一年 核心系列也即将更新 今年的更新规模庞大 炉石传说历史上的部分经典卡牌即将回归 待会我们再看看具体哪些卡退环境 哪些卡又进入核心系列 另外在更新到28.6正式上线后 我们就会为所有玩家提供12张额外特殊卡牌 以此展开庆祝活动 只要登入就能收到好礼 每个职业都有一张专属赠礼卡牌 更有大人物亲自到场 就是哈斯石酿本人 哈斯 石酿 六费5-5 战吼 将你的手牌替换为来自过去的一手标志性的牌 每场对战限一次 标志性的意思未知 设计师贴出了三张牌作为提示 恐怖的奴隶主 堕落者之卢和沙德沃克 另外11张职业礼物都是一倍 打开后会获得暂时的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职业牌 例如法师就是寒冰剑 傲术愚蠢和火球术 圣骑士就是生儿平等 奉献和亡者祝福 这些法术都是暂时性的 也就是本回合不用的话下回合就会消失 还有还有 获得游戏内周年庆奖励 自2月28日起至3月20日 完成活动奖励轨迹就能获得所有赠礼卡牌的金卡版本 更有特殊的生日幸运币 在3月12日 卢石传说的正式周年纪念日 玩家可完成传说任务 获取十周年卡背 一起为旅店的十年与未来喝彩 今年3月 前往幻变模式一览卢石传说历史 在3月2日 在此模式仅可使用经典卡牌 3月3日 卡池将会加入卢石传说的第一部资料片 纳克萨玛斯 3月4日则加入地精大战侏儒 每天都会加入下一批卡牌 直到我们快速看完卢石传说历史为止 卢石传说出音乐专辑了 在3月12日 卢石传说旅店音乐专辑欢庆周年 超过30首游戏内曲目供你聆听 今年下旬更会再推出两张专辑 包括周年精选歌曲等内容 旅店音乐三张专辑推出后 即可前往Spotify Apple Music YouTube等平台聆听 自3月12日凌晨2点至3月13日凌晨2点 跟你最喜欢的卢石传说实抗主开趴一整天 还能获得Twitch钓宝 只要确保你的Twitch账户连接至你的站网账户 就能获得钓宝进度 我们将会在社群日到来前 吃出更多细节 派对的愉快气氛传出了旅店 全爱泽拉斯都加入了庆祝行列 自3月12日起 登入卢石传说就能免费获得 魔兽世界的吃盐卢石战马 另外自3月12日至19日 还能在各大主城找到特别的卢石传说对战 在附近闲晃一下 你就会遇到特殊事件 击败著名手下 就能将他们夹进你的套牌中 还能获得各种新奇有趣的 卢石传说主题奖励 我们将会在活动前 使出更多细节 好了 这就是今天官方天马年的大致介绍 下个视频再给大家具体看看 核心系列的变动 下个影片见